国内新冠疫情爆发后 8月25号全国首度本土零确诊 金融市也达到连续14天加零的防疫成果 金融市长牛昌因此宣布 金融市多项防疫措施松绑 首先是9月1号起 金融市公车将全面恢复行驶 原本因为疫情而减少的一个班次 包含学生专车以及夜间公车 我们将自9月1日起全面恢复行驶 另外8月26号起 餐饮开放同住亲友同桌聚餐 免除隔板及梅花座等规范 市场摊商不强制佩戴手套 全市公共图书馆开放 街头艺人开放演出 及大五轮沙滩开放游泳 我们金融市将遵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指引 从8月26日起 松绑同住亲友聚餐 不受限使用隔板 梅花座以及专人分菜 图书馆还有自修室的部分 很多民众跟同学也关心 那我们也会在8月26日起 重新开放 但在开放的同时 我们将进行体温的量测 手部的消毒 还有十联制入管的措施 并且每一个图书的空间呢 会针对它的一个面积 定定不同的浓流的人数 并且也采取梅花座的一个管制 另外是大人沙滩 那我们也将从8月26日起 开放包括游泳 以及浮潜等水域的活动 那除了在水下的活动之外 其余的时间只要一上岸 就必须要把口罩把它戴好 8月27日起 则开放海性游泳池 篮球场 儿童邮拘据设施等 牛昌强调 如果巡查发现 或经民众检举 有人没有落实防疫规定 这些场所将封闭一周 请民众特别加强自主的一个管理 落实防疫的要求 如果经过巡查 或者是民众检举 没有落实防疫的规定的话 经市政府查证属实 我们会把该场地封闭一个礼拜 所以请民众一定要守规矩 那既然大家希望能够 使用这个空间跟场所 请大家务必遵守防疫的规定 不要当害群之马 另外包括里民活动中心 及关爱据点也从8月27日起开放 不过每周仅开放 星期一、三、五的上午9点到12点 同时暂时不租借民间团体 到活动中心的民众 必须要全程戴口罩 而且禁止任何的饮食行为 有关于人数的一个管制 在室内每个人的一个 至少2.25平方公尺 每个人 那室外的话 至少1平方公尺每人 那室内的人数呢 以80人为上限 室外的话是300人为上限 还有娱乐于船部分 则取消八成载客人数的降载限制 恢复正常运人 牛昌表示 金融市从6月27日首度加龄 到8月25日刚好满60天 这期间的防疫成果 都要感谢金融市民的配合 他也提醒大家 心情可以放松 但是防疫不能松懈 金融市政府会视疫情状况 持续进行调整松绑 稳健的带领大家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道